解读微股,去说美股,畅谈港股,欢迎来到知乎哲也说财经的频道。 近日,股神巴菲特青睐的印度最大数字支付公司,被称为印度版支付宝的PAYTM母公司One。 97,Communications几乎每天都创下去年11月IPO上市以来的股价新低。 这代表巴菲特在印度的首次,也是唯一一次投资,正在巨亏50%,甚至有媒体断言。 巴菲特在印度的投资处女秀完全失败了。 那么,巴菲特印度首秀有望翻身吗? PAYTM股价上市后,惨跌与散户投资者丧失信心不无关系,该公司2010年创立至今尚未盈利,而且短期内都没有盈利迹象。 外加俄乌局势令避险情绪高涨,全球科技股因美联储等主要央行即将收紧政策而杀估值, 以及疫情消退,不利于居家经济股等因素,PAYTM未来困难重重。 巴菲特曾称自己不擅长科技领域投资,并后悔没有投资Alphabet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。 被分析师称为10年里做出的最强有力的投资之一的苹果公司和云计算独角兽Snowflake是巴菲特尝试科技股的例证。 从2016年开始,伯克希尔哈萨卫公司开始购买苹果的股票。 截至2021年年底,苹果是其最大的持股公司,占伯克希尔以披露资产的47.6%。 价值1575亿美元,Snowflake在2021年底的股票价值约20.7亿美元,持仓占比0.63%。 至于2018年投资PAYTM,康哥个人认为,投资PAYTM是小,巴菲特加入的是一场决定印度零售业未来的战争。 最后,巴菲特投资亏损的案例不仅仅是PAYTM,就在去年11月,巴菲特还被骗了3.4亿美元,事件起源于一场新能源庞氏骗局。 投资场是个决斗场,哪有轻松可言?很多人早早便退出江湖了,欧洲的巴菲特和证券教父安德烈科斯托拉尼,在35岁就赚足收手。 被称为股票天使的彼得林奇,也只坚持了13年,将麦哲伦基金从2000万美元带到140亿美元,46岁带着满头银发离开。 就连与巴菲特同年的索罗斯,也于2015年宣布退休了,只有巴菲特和他的搭档芒格,一个92岁,一个98岁仍坚持在一线,每年的投资人大会成了世界投资界的焦点。 投资者和媒体对巴菲特有一种特殊的狂热,他们喜欢将其置于神坛,并将他所说的话当作某种神域,反复地拒绝。 但巴菲特稍有失忆,跌落神坛之雨,便不静而走,如看错航空股和油价,高息低抛银行股,美股大跌时,选择持币上官。 虽然重仓了苹果,但仍旧错失了互联网科技的风口等等。 但人们忽略了他可是巴菲特,2008年,巴菲特纯靠投资成为全球首富,股神的名号家喻户晓,在之后的12年里,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,他一直稳居前五。 流水不争先,争的是滔滔不绝,对于巴菲特而言,或许时间比速度更重要。 正如早年巴菲特讲述在华尔街致富的秘诀。 在别人恐惧时贪婪,在别人贪婪时恐惧,现在看来,他依旧是谨慎保守的长期主义者。 感谢您的观看,喜欢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。